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收看诗说 我们在上一讲探讨了 艺术治病的两大方略 一个是设计 一个是伴随 也就是有理想 有追求 有道 我们今天来探讨 艺术治病的另外两大方略 一个是欣赏 一个是欣赏 一个是创作 欣赏艺术 创作艺术 我们先说欣赏 还记得我以前 给我开的一方 欣赏音乐 尤其是去现场音乐会 看音乐会 有些朋友们说了 去现场看音乐会 和你在家里听CD 不一样吗 有些人还就不愿意去现场 比如说大家 可能知道 加拿大有一个钢琴怪节 叫古尔德 古尔德这个人 当然他是演奏钢琴的 他就不爱去现场 他就要录音 当然他有个观点 他认为现场的观众 都不能理解他 不能跟他产生共鸣 所以现代科技手段 让他录音 录了音 谁爱听 那是你自己的事 他喜欢一个人 喜欢孤独 有一次他跟美纽音对话 这是我在音乐频道看到的 美纽音说 应该去现场 而且现场演出演奏 那是音乐表现的最高境界 那种万众一新的感觉 是指着观众 他对演员是一种促进 古尔德不同意 当然这两种观点 我们可以认为都有道理 有的人特别支持古尔德 有的人特别支持美纽音 比如像我 我就支持美纽音 但最后他们俩的寿命 我要告诉大家 我想大家就应该有倾向性了 古尔德只活了51岁 美纽音活了80多岁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老在现场演奏 他确实能提高寿命 为什么现场演奏能够提高寿命 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我要看现场音乐会 我跟大家说过 我从1985年到现在 亲临的现场音乐会 亲临的现场音乐会 达4300多场 目前在中国的音乐爱好者当中 恐怕没有人能超过我 那我在现场音乐会当中 感受到了什么呢 感受到了态 这是我的艺术医疗学 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请看这个态 能 加了个心 是态 能是什么 能最早的字形 我找到过 它是个像形字 像的是熊 现在的熊 是底下加了一个四点火 但实际上这四点火 是表示熊的四肢 那熊这个字 为什么演化成现在的能 就是力 力量的力 或忍耐力 它有道理 你想熊 劲儿大 同时呢 熊忍耐力还特别强 尤其是到了冬眠期 钻在洞里头 你像北极熊就钻在冰洞里头 一冬天不吃不喝 等到第二年 惊折了 开春了 从洞里出来 抖了抖身上的土 又是一个欢蹦乱跳的熊 赵石 忍耐力强 所以人发现熊有这个特征 于是把熊抽象出一种力 一种能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字 就是指的是 比如说室能 比如说电能 比如说水能 或者一种力量 那么这个能底下加个心 是什么呢 就是心能 显化字是太阳的太加个心 这个反映不出最古老的意思 心能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以为 心能不就是心想吗 不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吗 实际上不是 在这里头 它不仅是暗示 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能 或者一种力 现在我们说环境 老爱说叫生态 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 这个太字用的太妙了 就是我们人的心能是参与的 你说这大自然 我们人不参与实现 不是 不只是说是 你人改造 挖沟 填平 海什么的 把这山凿平了 把森林海 不止这个 而就是你这个心本身 释放的这个能 这个心能 这个太 也跟这个大自然 这个生态混在一起的 我们古人 我们老祖宗 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所以创造了这个字 太这个字 从中国汉字太的演化过程中 赵世民老师引申出 太作为一种隐形能量的存在 那么太是如何影响人们行为的呢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有个音乐厅 在全国艺术院校 乃至在全国音乐厅当中 都是很有名的 我经常请一些 不是北京的 外地的 但是 我认为 他们的表现水平已经很高了 可以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演出 我请到这儿演出 但开始 效果总是不理想 比如这人唱着唱着 云切罗 云切 突然嗓子哑了 唱破了 这怎么那么干呢 喝多少水也不管事 后来人说 这中央音乐学院厂子太深 不好唱 平常你发挥特别好 一到这儿准杂 我也纳闷是怎么回事 因为搞了好几次 都出现这种情况 后来我一研究 尤其研究了太 发现问题了 怎么回事 你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 观众主要是谁 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的学生 如果是唱歌的 教授老师 那你想一个旁的人到这儿来演唱 这是专家往这儿一看 他哪是欣赏 他是挑剔 挑剔的眼光 挑剔的态度看 他释放的是什么态呢 副态 这副态对台上的演员就是一种什么呢 就是一种压抑 所以他发挥不好 当我知道这个秘密以后 以后我再办音乐会 我都要扣上50到100张票 哪怕这音乐会赔了 因为办这种音乐会 更主要是为了推心人 拿这票干嘛呢 分送给我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到这儿来 只要演员一出掌 就拼命的鼓掌 造成一种热烈的气氛 实际上就吸引观众的正态 刚唱完 就像传统的中国京剧演出 叫好似的 叫好 喊 结果就把这个态给扭转了 所以以后我再办这种音乐会 发挥的都特别好 那这种办法 就是让他们释放的态 是正态 这绝对是现实存在 在座的如果 关心美国NBA篮球赛 更应知道这态的存在了 为什么特别讲究主场客场 你比如说马刺队 马刺在客场 跟黄蜂打就输了 一回到主场 两场全赢了 什么道理呢 难道说技术变化那么大吗 不是的 是周围的观众 主场的观众 他释放的这个态是正态 能够拖着这个演员 或拖着运动员 所以这态是客观存在的 那再说 我为什么要去现场欣赏音乐会 去现场欣赏音乐会 你就能吸态 你想 假如是一个交响音乐会 舞台上 近一百人 万众一心 在演奏一个作品 比如说贝多芬的命运 或者说莫扎特的第四十交响曲 那这个音乐本身就很打动你 再加上这演员释放的态是正态 而且观众 上千个观众 在音乐厅里头 释放的态也是正态 当这正态台上跟台下 环流起来 那你想穿过你这内心 穿过你的肉身 那你会获得多少营养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听现场音乐会的道理 当然 有的朋友恐怕 没有条件听现场音乐会 那么你听唱片可不可以呢 我给大家提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可以 最好是什么呢 假如你有可能的话 你招一些朋友一块来聚众听 聚众听也为什么呢 把这些朋友们的态聚起来 正态 你会获得营养 而且互相会获得营养 对于表演者来说 观众们鼓励的目光和掌声 无异于最佳的动力支援 会形成互相推映的正态环流 那么 这种状态能不能用一个汉字来概括呢 实际上我们汉字 有一个字特别准确地表达了这种意思 这个字就是奏 演奏的奏 大家看 这个字是我找到奏的甲骨文 它是一个象事字 象事字就是不同的象形字 我说拼象文字吗 组合在一起 像一个事 它像的是什么事呢 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 它表达的是 一些人聚众 你看 这像一个人头上带着铃子 底下带着尾式 这旁边两个右是指着手 在再歌再舞 我们想一下 青海出土过一个头盆 里面有五个小人 类似这样的 手拉手 有点像四小天鹅跳舞那样的 那就是奏的一个形象的演示 这是奏最早的字形 它表达的是聚众 在歌在舞 聚众在歌在舞干嘛呢 我们先放下 我们先说这奏 这字在庄子里有一个非常巧妙的用法 在庄的肯定知道 庄子养生竹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预言 现在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成员叫庄丁解牛 那庄丁解牛这个预言用了一个奏字 就庄丁揍刀 这刀插进牛身体里 一些人解释这个揍 是进刀或者运刀 但是在字典里解释 有进刀和运刀这意思的 只有一个例证 就是庄子的养生竹 孤正不算正 而在庄子字典里头 有运 也有进 为什么不用更准确的进 和运 这个动词呢 而用奏呢 这里头其实是有含义的 它含义在哪呢 我们接着再往后看 庄子里后面说 庄丁揍刀 然后这牛死的时候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就死了 而刀在牛身上走的时候 叫游刃有余 出现的声音哗哗等等 庄子怎么形容呢 叫和桑林之舞 众经手之会 前面还有一个莫不重音 就是说这些声啊 都在这音乐里头 和桑林之舞 众经手之会 什么是桑林之舞呢 桑林之舞是中国古代的取名 武名 什么是经手之会呢 也是中国古代的取名 我们想想 这就联系起来了 正是因为这奏 出的这声音 跟后面取名武名合起来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庄丁他解牛不是杀牛 因为这是养生主 养生主是通过牛这预言 讲的是人如何艺术的处事 实际上他讲的是一种审美活动 你把奏这个字解释成 劲刀和运刀和解制成什么呢 解释成审美活动 那这个人就是两个样子 一个是屠夫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艺术大师啊 你看奏这个字 你要解不好 你就等于把庄子的预言 怎么给降低了 这庄子用奏 在这里用的非常妙 实际上他表达了一种什么呢 表达了一种 就像我刚才讲 就是泰的观念 你比如说 我们的音乐会 现在请朗朗弹钢琴 一般要说什么呢 钢琴独奏 可是最准确的动词 应该是什么呢 是弹 假如你要报幕 下面请欣赏 朗朗的钢琴独弹 底下肯定会笑 小提琴在台上拉 最准确的动词是拉 但不用拉这个准确动词 而是说什么呢 吕思青小提琴独奏 你要说吕思青小提琴独拉 底下也要笑 木管五重吹 最准确的动词是吹 不用吹 叫木管五重奏 我想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 因为奏这个字 它体现着现场台上的演员 跟台下的观众 互相释放的正态的一种环流 这是一种欣赏状态 所以欣赏艺术 对于艺术医疗来讲 它最重要的是获得这个态 从上所述 通过耳濡目染一些美好的艺术作品 愉悦身心 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这就是欣赏方略的致病原理 那么艺术医疗中的创作方略 又是如何致病强身的呢 那么下面再说创作 我说过 我给自己开的一个方向就是创作 我的创作主要是写作 这个写作我们都知道很辛苦 它的快乐在哪呢 你想 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奏 奏是我研究古汉字研究出来的心得 我把它写出来 我把它表达出来 你们大家跟我一块来分享这个字的快乐 实际上我就等于怎么了 等于又吸了你们的态 同时这个创作给我带来的快乐本身 又激活了你的身体的潜能 尤其是什么呢 是建设自己 就是建设自己 保卫自己的潜能 当然 你作为一个创作者 你不可能只是这一个字 还有以前几讲 我讲过的那个汉字 写作的写 大家还有印象吧 讲的是鸟巢 还有 我这汉字到现在已经解了三百多个 每解一个汉字 实际上都是在创作 你每解一个汉字 你都感觉你跟古人 有一种灵魂的沟通 也就是说你能够吸到古人的态 你感到快乐 你感到快乐 你感到幸福 注意 尤其是创作 很深的 它就刺激了你的 原生的这种本能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的建设自己和保卫自己的本能 所谓的免疫系统 当然 作为创作 它能够改变我自身 这只是孤立 孤独的个案 那根据我的了解 那作为创作 影响了很多一些在人看来得了绝症 或者说残症的人 比如说 我特别尊重的一个作家 石铁生 石铁生 又是渗衰 又是残疾人 他的生命之所以能够延续到现在 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创作 他的写作 在座肯定最熟悉他的一个散文 叫《博语地坛》 他还写过《物须笔记》 等等 他的小说直渗透到人的灵魂 他把人看得很清楚 同时他把自己的生死看得也很清楚 那他经过这样的创作 实际上等于无形 在营养他自身的建设系统和保卫系统 换句话说 如果他不进行这样的艺术创作 他的生命或许早就终结了 再有 去年 电视星光大道 总冠军得主 就是今年才公布的 大家都知道 阳光 大家看到现在的阳光 是双目失明 是个残疾人 他得了总冠军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残疾照顾他 他确实本是到那份了 唱歌唱的就是好 他不但歌唱的好 话说的也好 因为在得总冠军那场 主持人问他 假如你有一天的光明 你想干什么 他说的话特别朴素 他说我想看看我妈妈的手 因为我残疾以后 一直是我妈妈的手牵着我 我要看看我妈妈的手是什么样 然后将来 我要牵着我妈妈的手 走向人生的辉煌 话说的多好啊 他不但是残疾人 他的残疾是因为癌症引起的 他这癌症是遗传眼睛癌症 他也是靠创作靠演唱 不但获得了星光大道的第一名 实际上他也有可能走职业隔水道路 最重要的是 这个创作触发了 他身体内部的排毒系统 比如说癌就没有再复发 没有再扩散 制止住了 所以通过我这样的介绍 我想朋友们应该知道 作为艺术的 我第二部分讲的两大方略 一个是欣赏 一个是创作 它实际上 是我们在艺术医疗当中 经常运用的 再加上上一讲 讲的设计和伴随 那么这四大方略 应该是作为艺术医疗师 常用的手段 当然我在我的讲作里面 凡是讲的个案 讲的一些治病的手法 方法 我现在不敢说 带有普遍性 也就是说 每一个方子 看起来这个方子 治这个类封师 它管用了 是不是所有的类封师都管用呢 我不敢这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传统的医学 特别讲究什么呢 要看准得病的这个人 人是有个性的 针对每个人的个性 来去什么呢 来去处方 我们艺术医疗 讲究开方 这个方不见得是 大家吃了或打针 但这个方可能是一幅画 一首曲子或一首诗 实际上这个方 它就不仅仅是这些信息 它传达的也是什么 也是救人的方啊 今天讲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通过赵世民老师的讲述 我们知道了 在日常生活中 只要合理运用 艺术医疗的四大方略 就能达到防病致命目的 另外 人们常说 病有心生 其实指的就是 不良情绪会引发疾病 危及人们的身心健康 那么 又该如何运用 艺术的方法 化解负面情绪呢 请请关注下集 艺术化解仇恨情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